我是8月份来这边体验 就搬到他们家一个会员 做他们是养生会所 开了2900把搬到他们的会员卡 在这个消费过程当中 拎金怪情了 他们就推出一款 39块钱去走一个部位 他们一直在跟我推荐 我都跟他们讲了 我是属于过敏肌肤不敢用 孔女士说 因为自己的皮肤容易过敏 所以她从来不敢轻易 尝试消费美容方面的项目 但在今年国庆节期间 这家会所在知道孔女士 皮肤容易过敏的情况下 依然不停地向她推荐一款 只需支付39元的去皱体验项目 在不断推荐下 孔女士最终动了心 可体验完后第二天 皮肤裹不出所料的中招了 他们的所有的药药 跟我按摩真了 之后就敷了一瓶面膜 敷了他们那样 肝分面膜 应该是挑子出来的 有点像领胶状 21号敷了 因为是下不敷了 所以22号就星期天 星期天我都觉得有点点反应 但是反应不明显 星期一就很严重 24号我就到中医医护院去看 去检查之后 她就说我都是属于住心皮炎 得知诊断结果之后 孔女士认为这次过敏 与她在养生会所接受的去咒体验有关 当孔女士赶到会所 想和对方协商解决时 对方给出的解决方案 让孔女士无法接受 他们一再喊我过来修复 我就不敢再相信他们 我来跟他们讲 我说是等我的面部修复好 要么就请你们跟我借 借一下我的这个修复面部的资料 的医疗费用 据孔女士说 她是这家养生会所的老顾客了 因为这件事 她已经对这家会所 没了信任感 在孔女士的带领下 记者来到贵阳市 玉谷窑美容养生有限公司 可这里的工作人员 一看到记者和孔女士的到来 态度就变得激动起来 现工作人员态度十分强硬 并一直否认孔女士皮肤过敏 和那次去抽体验有关 孔女士也和对方争执了起来 我没有说当时过敏 第二天反应 第二天反应你还来找我 你怎么找我 你凭哪一条来找我 第一个不退 第二个我不会负责 由于双方情绪激动 一时也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记者在现场拨打了 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电话 反映情况 对于这样的情况 孔女士表示 接下来他会再去医院 做一次检验 查清过敏源 如果真的是这次 去抽体验引发的过敏 他会通过法律程序 维护自己的权益 百姓关注记者报道